囊当时刚烤出来闻着就挺香的 香的很 蘸着汤汁吃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乾君 现在咱们在的位置 是这边的西北美食条街 新疆美食特别多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这边能看到什么牛羊肉店 还有什么大盘鸡 位于广州小北地铁站附近的西北美食街 新疆美食特别的多 作为一位新疆小伙 真的是太喜欢这里了 咱们买了一个囊 刚烤出来的非常热火 三圈团囊 买上了超香的烤囊 咱们寻找一下这里人气比较旺的大盘鸡店 咱们本来准备吃这个沙烟大盘鸡关门了 咱们就换一家 但今天感觉一定是要吃上这个大盘鸡的 Let's go 咱们又找到一家 现在去打卡一下这边的大盘鸡 我看这边还有这个写的羊排汤饭 羊排汤饭我之前不是拍过一起烹饪吗 感觉应该不错 尝一下 咱们大盘鸡已经上来了 这个味道香的 在尼尔新疆大盘鸡里一定要有这个新疆安鸡海的鲜辣子 尝尝的这种 它是那种特别香 不是特别辣的那种辣子 新疆大盘鸡的鸡一般选用三方鸡或者土鸡 这个土鸡的建议选择比较面一点 今天我们点的是个大份大盘鸡 一般新疆大盘鸡会分为中盘鸡跟大盘鸡 今天因为我们只点个大盘鸡 所以就点个大盘 一定要配这个皮带面 它跟大盘鸡就像是灵魂般的 咱们先尝一块鸡 小块肉 尝一块 这个味道可以来 就是那种地道麻辣鲜香的新疆沙湾大盘鸡的感觉 这里我们还准备了一块脑 一会也可以站一块吃 沙湾大盘鸡 沙湾是一个地名 那里有一条街 满满的都是大盘鸡店 改天咱们去新疆沙湾探个店 我这个土豆已经炖的比较面了 一加就断 哦 火上的浓郁湾汁 面面的那种口感 那种鲜香的感觉 一般新疆大盘鸡里还会加一些辅料 也可以加喜欢的配菜 比如说加宽粉 还有加抹浴的 但是一般新疆大盘鸡里不要加胡萝卜 感觉比较奇怪 那今天我们点的就是一个比较经典款的新疆大盘鸡 里面就是鸡肉土豆辣 标配还有皮带面 所以一般这汤汁不要说得太干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以前视频 汤汁要稍微留一点 就是要蘸着皮带面 就是这种比较宽一点的面 吃了有点脱 把这个蘸着浓郁的汤汁 面条裹上浓郁鲜香汤汁 咱们现在倒一下皮带面 把这个汤汁这块 哇 稍微有点脱 咱们要拌一拌 稍微蘸一点汤 它就可以这样分开了 没有皮带面 大盘鸡是没有灵魂的 皮带面看着香不香 有了这个面就可以不用主持了 当然也可以蘸馕 我们可以学小张同学 蘸馕 就是馕蘸着的汤 我们也蘸一下 这个囊呢 属于这个囊啊 就是细分来说 它属于芝麻囊 因为表面都是芝麻 比较常见的有皮牙子囊 都不错 这个囊当时刚烤出来 闻着就挺香的 香的很 蘸着汤汁 也可以把囊垫在这个底下 就是装盘的时候 泼上几块囊 和泼上一个囊 都不错 能不能在广州吃到这样的味道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这家店抓饭也不错 下次有喜欢来尝尝这家店抓饭 因为抓饭也比较扎实 今天有这个菜 这大盘鸡吃的真是太舒坦了 吃饱饭咱们再找些好喝的 老板这是哪的蒜奶呀 这是属于新疆蒜奶吗 还是 北方的 北方的 面的喝一个 那我们要两个凉皮是不是 还有点糖 看一下这个 加香豆子的这个 比较西北风味的 醇厚的酸奶 比较西北风味的 店家说他们自己做的 就是有点那种新疆楼酸奶的感觉 冰冰凉的感觉 我这碗加糖比较多 香濃的酸奶咱们把它搅拌均匀 使糖跟酸奶充分融合 一口下去 这味道真是绝了 口感特别的顺滑细腻